沒錯,我先講,今天這份民調是早上九點多的時候 瘋傳媒燕明強這個記者寫了一則獨家 出來之後大概到下午十分的時候 非常多黨政人士都有收到這份民調 這就是吹風的民調 這份民調內容出來的結果 我先第一個證實,他不是奇怪民調 因為我今天在質詢的時候正式問侯友宜市長 你有沒有看過這份民調? 侯友宜一開始講說,民調這麼多你在說哪一份? 我就把瘋傳媒這個新聞,這一份 侯市長,你是不能說謊的喔 有看過,有人表示議會喔 侯市長講有看過 就是這份,2026新北市黨選舉潛在候選人競爭力分析民調 是誰由中廣來委託調查的 對,調查時間是5月24到5月29 所以時間非常的近啊 好,我先講結論 黃國昌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當小蘭賠掉了民眾黨100多萬票 結果自己在新北市也賠掉了 被壓在谷底達 你變成小蘭沒有得到藍營的支持 我先講,把黃國昌放一邊 傳統藍綠對決這份民調來看 先講國民黨 這份他有做一個互比性民調 就是說你不管國民黨對手是誰 直接問開放式的 跟自己人比 自己人比 李四川、劉荷蘭、洪木凱支持誰 這樣子做出來 李四川37%第一名 洪木凱14%第二名 侯友宜最喜歡的劉荷蘭 5.14%第三名 劉荷蘭這要加一點油 對啊,所以我今天就想說 這個民調是有意在帶風向的 然後侯友宜笑得很開心 是,他覺得你在幫劉荷蘭講話 劉荷蘭可以加油嘛對不對 好,那民進黨也做了 民進黨也做了一份互比的民調 這份民調做出來 不是民進黨做 他們也有幫民進黨做一份互比民調 對,那第一個 數巧會26% 第二名鄭文燦20% 第三名李六昌10% 這大概是民進黨現在的狀態 也蠻符合我們對一般人的認知 沒錯,可是重點是 民調一定要最比較 選下去怎麼辦 好,我跟大家講 這份民調最需要看的 內行人看本,因為非常多嘛 對 關鍵是,國民調最強現在是誰 李四川 所以我們來認真看 如果李四川參選 綠營跟白營的人跟他對上 會是什麼狀況 來,我給你看了 這一份,李四川代表參選 的圖我們放在這裡 來看 第一個,李四川如果對上鄭文燦 兩個人旗鼓相當 有拚耶,鄭文燦雖然在互比上 對 沒有書巧會強 可是對上李四川 他反而有拚耶 沒錯 李四川33.29 鄭文燦33.42 鄭文燦還贏李四川 對 所以我們才講選舉內行人看門道 對 互比說比殖民度 但對比比誰大支 撒卡都比誰大支 誰會比較接受 政治上面的能量 黃國昌12% 所以鄭文燦跟李四川有拚 可是黃國昌 那個民調效果是什麼 真正最後藍軍 包含黃國昌那邊 會通通怪給李四川 那又是氣保了 另外一氣保 這是一種狀況對不對 第二種狀況如果遇上林佑昌 李四川贏林佑昌10%對不對 其實贏的也還好沒有很多 可是黃國昌一樣只有13% 老三便當 你看剛才是12.4對不對 這是13.2 基本上完全沒有改變 如果遇上剛剛互比最強的 蘇小惠 蘇小惠31% 李四川33% 也剩一點點 李四川只贏蘇小惠2% 沒有贏很多 可是黃國昌一樣12% 怎麼比都老三便當 所以結論第一個李四川代表參選的話 黃國昌永遠被壓在13%左右 第二個狀況還是要講 洪夢凱 給洪夢凱一個機會好不好 凱凱 凱凱現在第二名 洪夢凱支持度不到三成 我們就不做表了 用文字 用文字表撒就好 要落的就不做了 支持度不到三成大概是27% 那如果他遇上鄭文昌或蘇小惠 都贏他大概10% 大贏 對 林佑昌也贏他3% 所以基本上如果提洪夢凱的話 以目前的狀況 民進黨得利 民進黨會贏 黃國昌還是只有多1 2% 從13%變14% 黃國昌連洪夢凱都搞不定 所以基本上這個民調的結論就是 就算國民黨推洪夢凱參選 黃國昌還是老三 還是老三便當 好那第三個狀況 那小懶懶劉荷蘭總有機會贏的 總有機會了吧 洪友宜子弟拚劉荷蘭 我們來看一下狀況 那個 不到兩成 對 19% 我有點講不出來 19%不到兩成 那如果鄭文燦跟蘇小惠 爆表3成5 兩個都會衝破3成5 那林佑昌差一點點 可是也是3成多 所以三個人都可以大勝劉荷蘭 雙位數 小懶 完了完了 現在全力支持劉荷蘭了 可是關鍵黃國昌 看一下黃國昌好不好 黃國昌的支持度 會提升 對 接近兩成 還是沒有贏小懶懶 還是劉荷蘭第一名 當然連小懶懶還是沒有贏 對 所以大概的態勢就是這樣 變成是一強兩弱 兩弱是劉荷蘭跟黃國昌 所以到時候就會陷入 黃國昌跟劉荷蘭 誰要氣爆誰 沒有這樣的狀況 黃國昌以為志祺是高鴻安 對 沒想到他才是林根蘭 對 所以他更比跟蘭更慘 對 他會更慘 來我講三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 李四川到目前為止 確實是當前藍營最強人選 對 但我要講 這個時候真的是知名度 未來還有兩年多 還有難講 沒錯 第二點 黃國昌明顯不如預期嘛 這才是重要的 對 不如預期 我們去看交叉分析 他只有在20到24歲這個年齡層 稍微比較好 對 其他他連25歲以上全輸 你能想像嗎 本來白贏20到29都贏 對 他現在20到29 少到剩20到24 他只剩還沒出社會的小草 而且都遠遠落後藍綠人選 民眾黨要去思考囉 對 政黨支持度跌這麼多 對 黃國昌在心北被壓在地上打 對 也沒機會 還要讓他繼續惡搞嗎 來 財政收支劃分法 民眾黨感覺想法不一樣了 對 之前國會擴權法案是不是給黃國昌搞 對 結果今天 搞掉160萬票 民眾黨開記者會 直接把民眾黨的才華版本推出來 對 然後現場大家 黃國昌在哪 黃國昌 沒有黃國昌 然後結果他講沒有啦 因為財政委會是黃珊珊負責 所以黃國昌才沒有出席 說真的 這很奇怪 正好你剛才講了 今天民進黨的記者會 老柯怎麼可能不出席 對啊 沒跟黃珊珊講的話 黃珊珊講 要多溝通 之前都沒溝通 而且是柯文哲 而到立法院 交代幾件事 清楚對外宣示民眾黨的版本 立場 會從開始一直說 說到大家都知道為止 因為有人一直抹黑 我跟大家報告 是誰之前都不說 是誰之前說 黃國昌 是誰之前說最高機密 黃國昌 是誰之前說 我在這裡開直播說三天就好了 黃國昌 所以黃珊珊這話 背後還故意講柯文哲 見指是誰 黃國昌 我先講柯文哲看起來呢 突然醒了 他就是前幾個月可能都還在睡覺 都不知道在幹嘛 最近開始想要抓住整個黨的主導權 你看今天最新消息 什麼 韓國瑜跟柯文哲今天晚上要吃飯 等一下 喔 這個聯合報剛剛出 這不是架空黃國昌的起手師嗎 這個 上次跟傅文哲吃飯 柯文哲是牽著黃國昌去耶 是 今天他們自己吃 自己聊 自己談藍白之間的合作 完了 哇 我就想說 其實這個從 像剛剛講到才華法 這也很明顯嘛 你看今天黃珊珊開記者會 他第一句話說什麼 我們的才華法跟國民黨的絕對不一樣 不當小藍教 對 喔 所以這整件事情其實都可以鋪排說 每句話都見指黃國昌耶 包含今天晚上要跟韓國瑜吃飯 都是 我覺得都是柯文哲在準備要抓住 搶主導權 搶回民眾黨 還有包含那個互評機制啦 都是要搶回主導權的一個 等於說這個前奏嘛 對 那現在看起來這一份民調 其實這一份民調我覺得有點歪打正著啦 我認為這份民調比較像是 國民黨裡面要處理劉荷蘭 處理劉荷蘭 沒想到連黃國昌一箭雙雕 哈哈哈 也就是說你看嘛 這份民調的結論是什麼 就是李四川才是國民黨 唯一有可能會勝選的一個 的人選嘛 而且還不是尾營 對 面對鄭文昌跟蘇小慧還很辛苦 對 黃國昌你最好致敬吧 咬舌致敬 不要破壞藍白了 你要知道這一份是內參民調 這一份不是今天中廣開記者會公布的民調 他是國民黨內參 所以國民黨內參是誰會放出來 國民黨高層獸益放出來 讓大家來討論 連你都收到了 對 讓大家今天坐在這邊討論這份民調 內參民調連小牛都收到了 那所以這時候做就有什麼意義 定調的意義嘛 就是說過去大家是什麼 有點像是海水 海水還沒退潮的時候 不知道誰有沒有穿褲子嘛 現在海水退潮的時候 大家一目瞭然嘛 等一下 這是黃國昌的光屁股民調 誰有穿誰褲子掉一半 誰沒穿褲子 誰光屁股 一目瞭然嘛 黃國昌光屁股了 氣寶 武漢肺炎那個藍白河的時候 又想到 你黃國昌給我退哦 不要再搞一次 搞到藍軍輸哦 所以現在所有藍軍之者壓力 都在黃國昌身上耶 是 所以國民黨放這份民調 除了逼你四川 一定要出來選 然後逼劉荷蘭退之外 當然第三個就是 黃國昌退 讓你民眾黨自己內部會有化學反應嘛 對 接下來會有什麼化學反應 就是說 你新北市民眾黨輸那麼多 沒戲唱了嘛 那是不是可以考慮 要我們假設要合作 其他縣市可以合作嘛 比如說新北市嘛 你新北市要來這邊亂 也許你退 我們可以來換其他縣市合作的空間嘛 什麼縣市剛剛原資有講嘛 行竹 行竹是不是有可能 黃國昌最近也釋出一個訊息 他過去人家問他 他就希望能夠參選新北嘛 那現在你看 當人家問他說 他要選哪裡的時候 他就講嘛 主席派我去選哪邊 我就去選哪邊嘛 他改口了 他要撤了 所以我覺得他某種程度 也秀到現在這樣的一個氛圍 第一步就點個狗吃屎 怎麼辦呢 我坦白講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嘛 你不要活在自己世界裡面嘛